一年一度的全球马坛盛事 香港国际赛事于12月13号在沙田马场举行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首次由海外赛区参与的国际一级赛 华人骑士何泽瑶火拍赛区金枪六十 勇夺国际一级赛浪琴表香港一里锦标 香港国际赛事是一年一度的全球马坛盛事 被誉为世界草地锦标大赛日 以往的香港国际赛事至少吸引8万米马迷入场观赛 但今年因疫情 宾客不能进场观赛 香港萨马会行政总裁印加博表示 本次香港国际赛事很成功 充分显示香港的我做得到精神 当天四项草地国际一级赛的征途由1200米至2400米 总奖金高达9500万港元 在疫情下仍较去年增加200万港元 吸引13批海外赛区参与角逐 他们分别来自爱尔兰 日本 法国等地 华人骑士何泽瑶火拍赛区金枪六十 以两个马位之先 轻松击败亚军川河尊居 勇夺国际一级赛香港一里锦标 为国争光 何泽瑶表示 疫情下成功举行香港国际赛事孰不简单 希望金枪六十的胜利 能把正能量带给香港人 根据马会资料显示 特区政府批准参与香港人 与今年国际赛的海外骑链及马房助理 在港期间接受特别的隔离检疫安排 包括需留在专门为他们而设的赛马防护炮内 与本地社区人士隔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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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